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方泰好厨与三餐为优利 今天方泰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道骨楼海鲜火调汤 因为方泰是来自骨楼,就是霹雳州一个小镇离村 的确我们那边的火调汤是跟其他的地方都不一样 它都是主打是用海鲜的 今天方泰有思念家乡的美食 就来吃一下 所以我的汤头我都是会放一下生光,这边有意大利的生光 这边大概有200g的姜鱼仔,还有一些排骨和一点鸡骨 我来熬它的汤 它的料我就用魔鬼鱼,我就洗干净了,切一粒一粒 还有第二就是沙冬 他们都是会用花枣鱼,类似我买不到在吉隆坡 我就用沙冬,然后一些虾 还有就是西刀鱼原来的 然后我必须有蒜米 还有这个点缀的就是芹菜和葱来的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辣椒,它的辣椒其实就是它的灵魂来的 所以方泰有在我的视频分享过 吉利波,所以这个吉利波就是用干辣椒 还有葱头和蒜头拿去打了它,煮熟了它了 我就把它放在冰箱里面 这个我已经结冰了,我拿出来的时候我还必须煮过 然后就是锅条 还有因为我还只想吃老鼠粉,我就会煮老鼠粉了 你看这很多工,其实你跟着我的步骤做就很快了 所以现在我们来熬它的汤先 这里有一锅的汤 我放一小块的姜 就其它腥味了 然后我就放 这个是意大利的生光来的 其实生光熬汤很甜 还有这个是白骨到200克的姜 鱼仔 放一点鸡骨 还有一点排骨 炒一两个钟头 放一点点盐 放一点盐 放一点盐 这边大概有两粒的蒜头 我拿去打又完了 放下去炸 你就这样放中火慢慢给它炸 你看我一路放中火罢了 炸到这样颜色就可以了 这个辣椒其实煮熟了的 我只是弄给它这 会比较好吃 这个 放点水 放少许的盐 煮热了我就拿起来 然后现在我们来炒料 热锅 放一少许的油 我先来炒虾先 就是炒熟它而已 不需要这样炒 放一点点的盐 拿一汤匙的辣椒下去 就是刚才放在煮那个 OK炒熟了就好了 我就跟它拿上来 OK 接下来我就炒 摩骨鱼 OK 所以这个摩骨鱼 不要炒了 不要太大 OK 也是同样的 放一汤匙的辣椒进去 然后放一点点的盐 让它有味道 然后放一点点的盐 煮熟了就好了 好了 OK 我们来炒这个熟冻 熟冻不用炒太久 因为它很快熟了 放一点盐 放一汤匙的辣椒 所以你刚说东西本上都会出水啊 OK 但是不用紧了 这个水放在那个汤里面都很好吃 材料全部炒齐了 汤我已经爆了一个半钟头了 所以我已经把那些渣捞上来了咯 所以现在我加一点盐咯 我看加三茶匙的盐 然后放几粒冰糖进去 OK 所以你要放味精都可以了 好 OK 随便烫就熟了 OK 所以你要吃几多就可以放几多 OK来放汤 好了 美味可口的骨楼海鲜瓜条汤 就大功告成了 假如你也是和我一样有这样的同感想吃的话 就不妨动一动了 谢谢收看方太好处 上餐如意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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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